洗头员有所真正用这点评 前几天我讲了二流化锡 有朋友就问这款 其实这款我很早以前讲过的 就是长得很像个燃油宝的 曼锈雷顿的消杂洗发水 它就是个含1%二流化锡的曲械洗发水 因为现在市面上大多数的曲械洗发水 用的曲械剂是OCT 而二流化锡它比OCT的曲械效果更明显 所以它比较适合顽固或者比较严重的头械 上次我讲完这个以后 在评论区有一些关于二流化锡的问题 我今天给大家集中解答一下 用二流化锡头皮就会很好 停用就会复发该怎么办 首先恭喜你 有用你就是幸运的 但是有些人他出现停用后复发的情况 因为二流化锡它是抑制了你头上 引起头屑的马拉色菌 但是对于马来说 你头上的油就是它的草 所以你平时还不能把它喂的太饱 要注意少吃油腻少熬夜 减少头皮的出油 否则它照样在你头上活得潇潇洒洒 策马奔腾和你共享人世繁华 那如果你出现停用后复发 没关系 可以继续用 先用这种含百分之一二流化锡的洗发水 如果有用 你就不需要用那种高浓度的洗剂 等稍微有点好转了 你就可以用一次洗一次这个 洗几次普通的洗发水 让头皮也有一个轮坐修根 因为有些人他停用后复发是 头屑一没了就马上完全不用了 还是应该有一个逐渐降低频率的过程 稳定头皮的环境 强哥这个有效 但洗完后头发干的似稻草 而且不能用的太频繁 会越洗越油 我后来用这个跟其他洗发水 对半混合一起用 一周只用一次效果就好很多 混合一起用 看来你这个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没少看 倒是也没什么问题 等于就是把它稀释了 但是混合以后仍然要注意停留足够长的时间 你像它这个包装上会提醒你 停留两到三分钟 这个还是有必要的 因为二流化锡它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内起作用 至于你说越洗越油的问题 有些人就是因为洗完以后头皮太干 所以出油出的快 因为二流化锡这个成分它除了抑制头线 还会抑制头皮出油 但是潇洒这个洗发水 因为它另外添加了挺多的柔顺成分 所以洗完以后头发其实是比较顺滑 头皮也并不干燥 你说洗完以后头皮干 应该不是这个牌子 因为这两款我用完以后 我反而觉得它是适合 头线比较严重 同时发质偏干的人 那么今天这个评论区的解答就到这里 这些内容对你有帮助 不要了来个点赞转发 别忘了给强哥来个三连 别忘了给强哥来个三连 来的三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